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实际上好像现在也没有太多人很把翻译当回事 我看到很多所谓翻译的书 老实讲外文也很糟糕 中文也很糟糕 但是咱们可以从最近的一个女翻译说起 你知道吗 最近在中国火了一个女翻译 被称为是最上进的 最有才的 最有气质的美女 反正中国什么都是美女翻译 什么都变美女 你看看这个照片 顾教授你看 这是前些天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女翻译 说是外交部英文是什么英文处副处长翻译室的 英文处副处长叫张璐 据说是外交学院还是国际法专业毕业的 大家觉得他不得了的地方是什么 温总理讲话引用很多古诗文 老实讲我很难相信 除非是温总理事先告的我要说这句 要不然他怎么 你比如说他有一句话叫什么 人祸家善 心无刺息 你连中文你恐怕都听不出来是哪几个字 他居然几场翻译 当场翻译 翻得还不错 他们说他据他自己讲 他平时就注意搜集领导人讲话 引用些什么成语 古翻译 而且就古文的翻译 而且平常自己也加紧古文功底的学习 但是我都是很难相信 你比如说他们讲的有些很有意思 这个温总理引用黎骚的 叫亦于心之所善息 虽久死其优未悔 就说他翻译的好吗 因为在英文里啊 久死死九次不是个习惯用法 英文里据说要死一千次 所以他翻译呢 他就说 就要死一千次 也不后悔 这个大家很惊讶 另外我觉得你像说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就我觉得这个温家宝讲的那个话叫做什么 谁有小份 不费一亲 就说虽然有小的这个这个这个争执吧 但是呢 还是一家人 还是这个亲缘 光一亲这俩字他仅凭听 他怎么能听得出来呢 我很难相信 所以你觉得可能是事先温总理的 待会 不不 还得说他女翻译厉害 但是从这个话题啊 两位可以说说 这种 你像这个顾教授刚才就给我讲 他说如果没有翻译 李白杜甫这些人 怎么可能在世界文学界有地位 这我还真是孤陋寡闻 李白杜甫在德国很有名吗 非常有名 对 那他们认为我们叫李白杜甫是个什么样的诗人 那是这样的 德国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李白特别是德国的作家和文人 从19世纪末开始 因为那个李白它代表一种自由感 当时因为德国德国还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 文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自由 不能够享受什么自由 所以他们都想像那个那个李白学习 所以他们学他不少 怪不得你现在喝中国白酒有李白之风 对你说的很对 对刚刚才华尔街听顾教授说 他先喝白酒 拿红酒杯子 总拿大杯子喝 文道为什么这么注意翻译问题 因为我觉得翻译当然准不准确很重要 今天中国有那么多的翻译书 但是不准确错的地方一大堆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翻译带来整个文化变化 我们很少中国人会注意到一点 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文字 包括思想世界 是在很多次的翻译运动中形成的 这就当然是当年的佛教的引进 对不对 那是非常浩大的一个运动 那种翻译运动几百年下来影响多深 接下来就是近代 是不是我们借着日本转译了那么多的新的观念跟文字进来 也许是不是同时还有误解和误会 也这么翻译过来了 所以翻译很重要 翻译是会彻底改变一个文化 它的整个世界观 它的框架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 反过来我觉得有时候准确这个东西就变得很模糊了 什么叫准确 比如说我以前有时候常常在想一个事 就很多人跟我说 你要要求准确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准确的把日本的小说译到中文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中国人是看不惯的 因为日本作家写东西 比如说他们常常会用这么一种说法 你会注意到 他说我这么说也不算过分吧 他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 日文的作者 那这个东西把它译成中文 中文读者看不惯 所以中国读者或者中国翻译者有时候会想把它汉化 就想让这个日本人说中国话 想让德国人说中国话 但是在我看来你这样子去要求的时候 他第一是不准确 第二就他失去一个机会 就是把一个跟我们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看世界的方法带进来 这好像就德国的思想家 Water Benjamin 就讲翻译的时候就说 翻译是让你能够进入跟接触一个完全不同的 一个他者一个世界吗 对不对 顾教授对翻译怎么理解 是这样 如果没有翻译的话 没有什么新中国 如果马克思没有翻译中文的话 没可能 没错 会说什么新中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中国翻译一个翻译者 也可以创造一个民族的语言 比方说德文原来是什么意思呢 德文的意思是说 老百姓在街上说的话 那德国人他们500年以前 他们说什么语言呢 他们说了拉丁文 还是到十八世纪 他们说也写法语 德语他们不写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德语呢 那个马尔丁路德 他是六世纪初开始翻译神经 马尔丁路德 对 通过翻译神经 他创造了我们的德文 但是我们还要等三百年 德国文人作家越来越多用语言 所以到了各的时代 我们才能够说 我们第一次能够碰到一个德国文人 他真的能够掌握德文 几乎可以说这个德文是翻译创造的 通过翻译 对 通过翻译 因为他那个马尔丁路德 他用那个老百姓在街上说的话 他本来是个俗话 就老百姓日常说的语言 不是一个高雅的 有一个书写的东西 因为神经一定是翻译拉丁文的 所以文人他们都可以看 他不需要一个翻译德文的神经 但是他那个路德 他要求老百姓他们应该自己看 神经里头有什么 所以他决定我用德文 这等于当年咱那个白话文吗 是 但是你对中国的这个 从古文到白话文的这个这个转变 怎么看呢 那到了四九年以前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时代 中文很有特色 中文很漂亮 比方说陆轩 前中书 梁舍秋林与唐 他们写的那个中文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问题 就是四九年以后开始 因为语言和国家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要治好一个国家的话 你应该考虑到语言的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四九年以后 有不少政治家们 他们也可以这么说 创造了普通话 通过普通话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更 创造一个新的中国 所以普通话和中国四九年以后的 那个发展是分不开的 我听过一句哲学家的话 说这个世界本质上是语言构成的 语言构造的 这个话很深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注意到这个顾斌教授 对现在的中国作家有一种批评 就是好比像说这个1949年以前 很多这个文学家 本身就是搞翻译的 像鲁迅都翻译过很多东西 他认为好像当代的中国作家 怎么懂外文的极少 也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看原著 他看的是翻译过来的东西 这个你觉得 他就不能有好的文学吗 是这样 是这样 中国翻译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母语水平 另外你可以学一种完全新的语言 比方说 四五年以后 我们的那个72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长的作家 博尔 他说 拿这位分子把我们的德文完全破坏了 纳粹也把德文破坏了 对我应该重新学德文 那他是怎么重新学德文 学德文的呢 通过翻译 他开始翻译美国短片小说 为什么说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因为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那个意识 来创造一种受不了的语言 受不了 所以他们想通过他们的语言 控制所有的人和人家 通过语言你可以控制人 所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有一些语言本来很重要 但是被纳粹滥用之后就变味了 比如我能讲到的是一些口号式的语言 比如说他们 强迫性的语言 比如说纳粹很喜欢讲生命 对不对 Lieben 是不是 对 他们这个字用多了之后 你一听你就觉得好奇怪啊 就等于像 像在现在中国有些字 你一听 人民的欢声笑语 这本来是很快乐的事 但你一听你就觉得肉麻 对不对 就用多了那种字 你就觉得怪了 就给用烂了 还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我记得像中国 有一个已故的作家 叫王小波 他就说 他说他的文字风格的形成 跟中国老一辈的一些翻译家 其实他说那些翻译家的 这个文字能力啊 足够用来当作家 他们也能写出好的 但是他们投身在翻译 于是呢 他翻译出来的这个文体啊 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营养 是 那北道他自己也说过 如果他在文革的时候 没办法看 台湾书翻成中文的 那个西班牙诗人的诗歌的话 我们今天不能够重视 我们今天重视的这个北道 他肯定会变成完全另外一个北道 就是说他实际上翻译 不光是一个翻译的意思 他自己创造了一种文学 对 翻译是创造 对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我觉得常常能够从翻译里面啊 就像顾教授刚才讲了 你透过翻译的时候 你母语得到锻炼 而且同时在翻译里面 你会发现 重新发现自己 对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很震撼的经验啊 是那时候我念中国哲学 我去念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专门翻译中国哲学的一个学生 叫陈荣杰 他翻译很多中国哲学东西到英文 我看他那些选集里面 他怎么去译中国古典 很震撼 怎么讲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有时候啊 他会把八卦翻译成什么 他八卦怎么译成英文呢 你说 他译成 8 elements of universe 宇宙的八种元素 你想想看 这个中国因为我们天天讲八卦八卦 你讲的很熟了之后啊 你反而忽略了他的很多层面的东西 给我们启发 是吧 你一翻译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就新鲜了 而且呢 他这么一译之后啊 你又当然你感觉到 八卦还不止是 这个意思 还包括别的 是 但是呢 透过这个翻译 你才更认识到 原来中文跟中国的思想方法 跟英文 是这么不一样 你有一个比较 互相回应 可以互相回应 学到很多很多的时候 看这种翻译 那顾教授照你的观察 你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这个翻译界怎么样呢 听说目前中国翻译方面上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人好像不这么重视翻译 好像觉得翻译才是什么工具 那在德国是相反的 在德国好的翻译家可以赚好多钱 另外呢可以获得好多好多翻译奖 所以一个好的翻译家在德国可以好好过日子 没问题 你别忘德国每年发表的70%的书都是翻译本 美国每年发表的书才5%是一本 所以我们是一个翻译民族 所以怪不得 但是我把这个话题转一转 就是刚才我听你讲到什么八种元素 我也想到 这个翻译本身也代表了两种互相观察 你看我我看你 也可能是有这个有色眼镜的 对吧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也很有趣 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个人跟我讲 说是他不能理解啊 德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说是据他看最近这些年 德国媒体发表的对中国的这个负面报道和评论 他说是欧洲国家里最多的 是 你觉得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比方说德国最重要的日报 法兰克福回报南方日报 他们没钱有关中国肯定有好多好多消息 政治经济文化什么都有 每天都有 但是当地的保质也是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奇怪 但是你不要忘 德国人他们从十七世纪开始 从那个莱比尼茨开始 在从中国来看自己 想通过中国哲学了解了解自己 意境 对另外呢 施基默一个比较重要的 当时会说德国 现在说维尔纳的那个诗人 他说我们的欧洲文化有问题有困难 我们差不多完蛋了 所以我们应该向中国和印度学习 我们应该用中国和印度的境界来恢复我们原来的文化 所以这是可能是一个我们的传统 如果我们不是从外面看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不行了 我们好像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想多中国 少中国美国作为人 所以在德国的这个东方学 这个是实际 也一向非常强 非常有名的 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欧洲文化 他当年曾经用东方的这个寻找东方的这个理念 哲学来观察他自己 是 但是今天为什么德国的媒体有一种叫做辱华亢奋症 就是说呀 一发现中国有什么这个反正不好的事情 好像就感觉相当的这个亢奋 很兴奋 很兴奋 这种心理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能够否定有这么一个现象 但是德国好的保质 比方说法朗克福回报 南方日报 他不会这样 小胞会这样 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他是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德国人心里头还会有什么对中国人的恐惧感 好像还会有 你比如有一个中国人跟我讲 他讲的很奇怪 他说跟他们的总理有关系 说因为总理啊 原来是东德的 说是这个社会主义出来的 最讨厌社会主义 但是德国老实说跟中国比较起来 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怎么讲 中国是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福利很好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国家要给你的钱 比你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的钱还多 所以国家真的会照顾所有的人 基本上社会上人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社会 那个社会民主党代表的那个社会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我们都不怕 对啊 但是那个民主德国原来他们搞的那个 搞坏的那个社会主义 这个是我们怕的 我很好奇啊 就是有时候啊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要了解 就是一个国家的媒体或者舆论 他集体的表现出对某个国家的一个意见 因为在德国就像顾教授讲 其实并不是所有媒体都这么干 有些小报爱这么干 我们要了解一个特点 就小报是什么样的报纸 小报他一定是要耸人听闻的 他一定要做一些夸张的言论的 而且他是最民粹的 他一定要满足最底层老百姓的心理 我看中国的小报也这样 没错吧 所以每个国家的小报都是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同时也最排外 你注意看很多国家的小报都是这样 我们中国的小报也是 有些报也像小报一样 很排极端排外 极端的民族主义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先考虑这一点 第二就是有时候一个国家的这种媒体 他攻击外面的人了 其实他不是重点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讨厌中文 重点在于他要透过这种讨厌 去表达一种对内的政治立场 就等于像在美国 我看到很奇怪 美国有些共和党的右派 他很排外 他老骂欧洲 但是你说他真了解欧洲吗 他不了解 他骂欧洲其实是为了用来骂民主党 因为那时候你们民主党都是跟欧洲人混一块 所以我在想德国会不会也有这个情况 是党派的 也会有 那么过去我们说 比如说像德国 像欧洲曾经出现过对东方的一种想象 想象比如说是孔孟之道 或者是东方的这些 我想知道今天的德国人 他们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放弃了他的传统文化了呢 对 很多很多德文是这样看中国的 所以觉得非常遗憾 中国人到现在好像不太重视自己的文化 那么他们现在眼中的中国是一个什么道统的中国呢 那因为他们大部分只能够在德国跟中国的接触 所以他们在博物馆还是看出的时候能够跟中国接触 但是还好最近有德国不少的博物馆 他们可以听中国最古老的文物在德国展览 你不相信会来多少人来看一看 德国特别喜欢非常重视中国的古代的文物 孔子在德国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老子 庄子也是 庄子 老子他们影响我们二十世纪的哲学 也影响到我们的二十世纪文学 所以如果比方说没有什么老子翻成德文的话 我们可能从来不能够说德布林 因为他看了那个老子道德经以后 能够创造第一部 德国完全是现代性的一部小说 听说这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 跟这个孔子也很有这个互相应发的关系 对 他们也有一个说法是一直的 那这个德国人觉得像中国的这些 东方的这个哲学是一种旧式之道吗 不明白 挽救世界的 对 是 一种哲学 对 这种哲学是一种哲学的